新闻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2004年9月16号至19号在北京举行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坐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国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关于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和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关于调整充实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 全会决定 胡锦涛任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徐才厚任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胡锦涛江泽民亲切会见出席列席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同志 并发表重要讲话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3分钟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2004年9月19日 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于2004年9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194人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52人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做了重要讲话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 关于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和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关于调整充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 全会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杰出贡献 江泽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中 在国际国内十分复杂的形势下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进展 全会决定 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全会一致认为 这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有利于加强军队的革命化 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 全会决定 徐才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增补陈炳德 乔清晨 张定发 靖志远 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 关于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2004年9月19日 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 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全会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杰出贡献 江泽民同志参加革命60年来 使之不移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卓越功勋 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忠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现在播送江泽民同志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信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 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 考虑到实现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 我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 退出中央委员会 当时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 同时中央考虑到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很重 从大局出发 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职务 此后我尽心尽力的履行中央交给我的职责 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 从党和人民事业的长远发展出发 我一直期望着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一中全会以来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国内改革发展任务 兼具繁重的形势下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 既往开来 与时俱进 勤奋努力 卓有成效的开展工作 推动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都取得了新的成绩 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实践证明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集体 是有作为的 是能够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复杂局面考验的 经过慎重考虑 我想辞去现任职务 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发展都有利 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 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 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在这里我郑重的向中央提议 由胡锦涛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胡锦涛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是完全合格的 也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我参加革命六十年来 一直受党教育为党工作 对党和人民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 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 我永远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党员 我们党领导的伟大事业 经过几代人长期努力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但我们前面的道路还很长 还有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和考验 我坚信我们党的事业是必胜的 只要我们坚持理想 坚定信念 抓住机遇 埋头苦干 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党的团结 和党同人民的团结 不断战胜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 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 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 我们党 我们国家 我们军队 就一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江泽民 2004年9月1日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 关于调整充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 2004年9月19日 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通过 调整充实后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席胡锦涛 副主席郭伯雄 曹刚川 徐才后 委员 梁光烈 李继奈 廖西龙 陈炳德 乔清晨 张定发 靖志远 现在播送胡锦涛同志简历 胡锦涛 南 汉族 1942年12月生 61岁 安徽纪西人 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5年7月参加工作 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 大学学历 工程师 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华登锤炭气氛热烈 下午5点45分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恩家宝 贾庆林 曾庆红 黄菊 吴关正 李长春 罗干等领导同志 来到参加全会的同志中间 同大家亲切见面 并合影留念 咱们 咱们 同志们 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 在党的16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的时候 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 特地来看望大家 让我们以热力的掌声 欢迎江泽民同志 为我们做重要讲话 今天来 同大家见面 我感觉到非常高兴 讲三句话 第一 衷心感谢中央委员会 结束了我的辞呈 第二 衷心感谢 这六十年来 同志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第三 希望在于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努力工作 继续前进 我坚信 我们党的事业 必定会 不断地取得 更大地胜利 同志们 我们 我们忠心感谢江泽民同志 刚才 所发表的 满含深情的重要讲话 忠心感谢 他为党 为国家 为人民 做出的基础贡献 忠心感谢 忠心感谢他 对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 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在这里 我代表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同志 向江泽民同志 向江泽民同志 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们一定不辜负 全党同志 全国各州人民的重托 高举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 坚定信念 抓住机遇 团结一心 真抓实干 努力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继续推向前进 讲话后 胡锦涛江泽民亲切握手 并向大家挥手致意 全场再次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江泽民同志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今天上午出带出带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江泽民 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江泽民说 昨天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 已经同意我辞去 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决定由锦涛同志挑起这副蛋 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 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 和长治久安出发 我就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 并退出中央委员会 在党的十六大上 我把总书记的班交了 在2003年的人大会议上 我把国家主席的班交了 当时中央决定 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 自那时以来 我一直期望着在适当时候 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 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江泽民说 把党的总书记 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这个班 交给锦涛同志 有利于党和军队事业的长远发展 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也有利于坚持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 根本原则和制度 从党的十六大到这次全会 我们党 国家 军队的高层领导 完整地实现了辛劳交替和平稳过渡 现在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看到党 国家军队的事业后继有人 我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 江泽民指出 锦涛同志任军委主席是完全合格的 锦涛同志是党的总书记 国家主席 接任军委主席的职务顺理成章 党的总书记 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三位议题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势 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 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 党的十六大以来 我在军委主席的岗位上 工作抓得很紧 就是要把军队建设的一些大事定下来 为交班打下更好的基础 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锦涛同志年富力强 在多个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过 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有十多年 担任党的总书记 国家主席以来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兼具繁重的形势下 他带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既往开来 与时俱进 勤奋努力 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推动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 取得了新的成绩 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从1999年担任军委副主席以来 他直接参与了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他既经受过艰苦地区和复杂环境的考验 又经历过长期高层领导工作实践的锻炼 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 综合素质很好 作风稳健 工作细致 我坚信 党中央决定由锦涛同志 接任军委主席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锦涛同志是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头人 班长 也是军委领导集体的领头人 班长 大家都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 坚决支持他的工作 江泽民说 回顾我担任军委主席15年的历程 感慨万千 当年小平同志把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我 我真是感到千军重担在先呢 这15年间 世界上重大突发事件接连不断 科技进步 日新月异 世界新军事变革 蓬勃兴起 国内改革发展稳定 出现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 这15年来 重大自然灾害也不少 军队使命兼具 任务繁重 15年来 对小平同志的重托 我是尽心尽力 尽职尽责的 对军委主席这份责任 我是抱着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对待的 从不敢懈怠 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对军队的建设和发展 可以说是素业在心 我这些年集中精力抓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 就是我军能否打得赢不变质 15年来 我们大家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经受了许多复杂而严峻的考验 我们团结奋斗 在毛主席小平同志打下的基础上 把我们这支军队的建设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15年来 我同军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同全军官兵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与几届军委班子的同志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我虽然退下来了 但我的心永远同军队连在一起 同全军官兵连在一起 同军委的同志们连在一起 江泽民指出 我军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军队建设形势很好 仅后发展大有希望 这令我十分欣慰 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还会关注军队的建设和发展 此时此刻 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 想给大家提几点希望 一是希望军队始终坚定地听党的话 跟党走 服从党指挥 接受党的绝对领导 是我军的立军之本 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关系我军的性质 关系党的兴衰成败 关系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 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我军是党的军队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确保军队政治上合格 确保军队永远忠于党 忠于社会主义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在这个根本政治原则问题上 全军同志头脑要十分清醒 立场要十分坚定 旗帜要十分鲜明 二是希望军队永远保持老红军的政治本色 我军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军队 自红军时期起 就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集中反映了我军的性质和宗旨 体现了我军的政治本色 是我军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是必须长期抓住并认真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全军官兵要始终珍惜我军的光荣历史 继承和发扬我军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 身体力行地把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一代一代传下去 三是希望军队努力站在世界军事发展潮流的前列 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是我们党和军队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有之路 军事领域作为竞争和对抗最为激烈的领域 是最具创新活力 也是最具创新精神的领域 我们一定要有开阔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 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 积极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严峻挑战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努力完成机械化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 坚定不移地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 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 此事希望军队不断巩固和发展高度的团结统一 高度的团结统一 是我军发展壮大 战胜艰难困苦和强大敌人的重要条件 全军同志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爱护军队的团结统一 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基础上 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同心同德地为党和军队的事业而奋斗 各级党委都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搞好自身团结 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 都要坚持党关于团结的基本原则 做团结的模范 还要大力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密切军政军民关系 只要军队听党的指挥 军队内部是团结的 军队同人民是团结的 我们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就能经受住任何险风恶浪的考验 我是希望军队切实履行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 毛主席小平同志一直十分关注的一件大事 就是实现祖国统一 解决台湾问题 我们要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和平统一 但绝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这是一项重大政治原则 军队必须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做得越好 就越有可能争取到和平统一的前景 全军同志要坚定决心 树立信心 勇敢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胡锦涛在讲话时说 江主席从党的事业既往开来出发 从国家长治久安出发 从军队长远建设出发 主动提出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 江主席做出这个重大决策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站得高 看得远 想得深 为我们党 国家军队高层领导 新老交替的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 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江主席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 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中央军委委员 梁光烈 李基奈 廖西龙 陈炳德 乔清晨 张鼎发 靖志远 出席会议